台湾足球曾经有过亚运男足金牌 女足亚洲杯三年霸的辉煌纪录 后来却沦落为足球沙漠 一直到这几年才有逐渐复苏的迹象 在足球爱好者凯基银行董事长魏宝生的崔升 与城邦集团执行长何飞鹏的支持下 李鸿斌、叶世宏两位足跑足球多年的媒体记者 花了一年时间终于完成第一本 专属台湾足球历史专书 台湾足球60年 内容技术1958年到2020年台足历史新衰 重要球队、国际重要战役基层发展现况 并访问多位台湾足球界知名人士 如香港华侨罗北 以及台湾首位旅外职业族人陈伯良等人 让喜爱足球的朋友 更了解台足一路走来的每一个时刻 台湾足球在过去蛮多人 走一个比较谩骂的立场跟角度去看待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透过这本书去看待 其实台湾足球的发展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到今天这个境界 我们也希望说当在国小的部分 这么多蓬勃的情况之下 可以有更多好的球员 那他们看到的这一些伯良他们是很好的一个标杆 未来他们也要有成为职业球员的想法 那这样子我们的足球的金字塔顶端才会有更有竞争力 刚结束中国职业足球赛季 为台湾成隔离的台湾足球队长陈柏良 21号也现身新书发表会 他笑说因为新书发表 让他想起第一次当国手的那一段岁月 很青涩却总喜欢抓着前辈问东问西 由于新书百岁 全数都将捐给陈柏良足球公益信托 用于推动台湾足球基层发展 陈柏良也希望藉由自己和前辈们的故事 顾更多年轻球员在未来闯出一片天 前辈退下来以后 他们也都在去着重于基层的发展 那我觉得现阶段现在做的还不错 那当然就像你说的 我们把这个书的一些费用 到最后捐到我的公益信托 那当然希望这个抛砖引玉 可以藉由更多的团体 或者是民间企业还有个人 能够一起来推动台湾的足球这样 21号新书发表会上 包括陈欣安教练 邓德秀教练 以及陈柏良 王瑞 精英学院代表严毅宏等 不同世代足球员也难得同台 以特殊仪式象征传承 并号召各界足球爱好者 共同推动台湾足球 期待台湾足球荣光 在起的一天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